好 今天這一集是 幻寒冥城第四幕 和前一百二十年 柔蘭 如火雙死 暗於 田國主 這念田嗎 至柔蘭 再見消失百余年的莫子之法 方知這 就是他們此行的終點 月影黃沙 暗河銀環 風起柔蘭 月影黃沙 暗河銀環 這就是 于田國的那位國主 向你所指明之處 確是此地 漢帝身邊的那李夫人 費盡心思將你我驅離 道教我等 在這大漠中遇上了 于田國主 倒是意外之喜 若無他相助 想要尋到這地脈節點 卻不知又需耗費多少 時日 地脈節點 傳說 混沌盤谷所化的地脈 當真映著天躍 能凝出星躍之力 須得一事方能知曉 冥界與我們所來之幽界 全然不同 我等雖在戰國之時 道德此界 卻也未能完全知曉 此間之謎 此番 觀者楼蘭雖無甚特意之處 但想那于田國主行動不凡 所指之處 當不會與我們所找的地脈節點相差太遠 那國主 總對你存了分探究 你我打聽地脈之事 從未直白言說 我和此人卻像早有預料 冰璃 此人當不是你我之敵 即使是那也僅是凡區 百年後不過沙塵一捧 無須為此煩心 不若先行探查一番 也好知這楼蘭究竟有何特別 好好好 此物甚好 想是能助我成就一方霸業 這大王 此物乃墨家流亡期間傳來此處 墨家被驅离 與此等機橋不無關聯 此物勢必不詳 我樓蘭國不過方寸 人不過萬餘 大漠綠洲 通區之地所安 也以萬幸之志 其餘之事已 萬不可忘求 此言差矣 人力所及之事 彈何忘求 護家 放肅 竟膽敢在王前拔箭 大膽 好 唉唷 柔蘭先鋒 敵方全滅 好 這應該不會很難打吧 箭矢裡面 小隊 箭矢裡 枭矢裡 他沒有破位技能 啊,他怎麼會有時間清單 他會脫掉 犯人常言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酷炸,即使有人前來,不妨叫他們來試試這些墨家技巧 哈哈哈哈哈哈 周天子末時已成往事,百家不在 竟在此又見此物,倒真是意料之外 不知道增援會幾波 無論如何,不妨叫他 箭矢领灭 好,活用去吃 这只是没有補血的 箭矢领灭 这只是个箭矢领灭 倒是厉害了 只是不知道你们要如何对付这神机车呢 哇塞 一定要这样逼我吗 请奉神旨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楼兰王你可知此类精妙机关出自何处 寄下学宫 巨子 巨子论剑 论剑 哼 置以渤海 纵以长山 训你五行 论你行德 但于阴阳 不晃春秋 万物之序 各依其法 天地有行 寻其归之 草木为剑 持于手 查形式突刺 甲昼近破 无剑 论定是序 你 究竟是何人 远方来客 祝国主你成就罢业 霍庸 你我不是只来自探查 你怎突然改变了主意 你可是已看出什么特殊之处了 但此处不日将成地脉节点 却为实势 届时天地二脉轮转之点 将交汇于此 这里将成生与死的交汇点 想来流淌的生死交还 当能成力量 带动九天魂洞仪的运转 霍庸 生与死 死 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冰黎 死或许才是生的起点吧 轮回想来与你我了无干系 便使这天地尽数成灰 但想来蛙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届时要如何才好 不论如何 这都是你我的使命 不过想来你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毕竟山海光明之后 蛙黄肆意发觉什么将神识投入轮回 不过他不会发现这里的 此处乃传说之中的猛似 古神运落 马皇定不愿来此 何况我们可以用楼兰为烟幕 好 第四幕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看起来应该是 见到罗兰娃暗贵的时候的一些剧情 不过这些剧情啊 都是原创的 在幽层幻建筑并没有这些事情 然后我要吐槽的就是罗兰娃暗贵有这么壮吗 哈哈 幽层里面的罗兰娃暗贵根本就是一个 虚弱到不行的人啊 好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 这个 原创剧情的部分啊 好 这是第四幕 我们期待明天第五幕吧